双周一城在香港影滩 毫无疑问是最具代表性的三位演员 他们在八九十年代的那段时间里 有着无与伦比的票房号召力 甚至于最高光的那一年 都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然而到了1993年 三人的风头却被别人抢了过去 因为这一年的周润发属于半退休状态 1993年一部电影都没推出 票房共计只有零人 而成龙则在该年度推出了两部作品 香港总票房达到了五千七百万港币 之前一直高产的周星驰 这一年也慢了下来 全年只推出了三部电影 加起来一共有八千七百万港币 他们的成绩远远不如一位 刚翻红才两年的演员 那个人在1993年迎来了事业爆发期 全年共推出了六部作品 其中三部进入了年度前世 总票房高达1.2亿港币 甚至于在香港之外的市场 他也是嘎嘎乱杀 而这个人的名字便是李连杰 1992年的时候 李连杰经纪人被杀 他为了躲避威胁 回到北京待了一个月 这期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之前的李连杰 或许是因为少林系列 拍摄期间的一些不公正待遇 导致有些愤世急俗 遇到事情总是强硬的去反击 但是这一个月的思考 让他明白了该如何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 李连杰口中给自己下蛋 只带的就是创办郑东电影公司 虽然他现在知道了利益分配 但一个老母鸡不想下蛋 想开养鸡场 自然不是各方势力想看到的 然而郑东的招牌 为什么最终还能挂出来 这其中最大的原因 就是李连杰又找到了一个考栅 这就是台湾巨灯娱乐公司 董事长杨登奎 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的台湾电影人 好像都有点帮派背景 而这个杨登奎也是江湖人士 年轻时就因为杀死 基隆戏运帮头目陈顺发入狱 之后的几十年里 更是来来回回进了三次监狱 在这期间 他跟电影一直就没断过联系 曾拿到过1982年 台湾市场票房亚军的红粉兵团 以及为台湾电影夺的首作 维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石奖 奖背的悲情城市 都是他投资拍摄的 可见其在台湾影坛的影响力 非同一般 90年代初 他最后一次出役后 看到台商都到香港绝境 于是便也跟风准备大展身手 至于他是怎么跟李连杰认识的 现在是不得而知 反正最终谈妥的 支持李连杰组建公司的条件是 给李连杰3000万港币 买下他三部芯片的台湾发行权 一部就是1000万 作为对比 同一年周星驰的那一部技工 在台湾的发行权卖了3000万港币 可以说李连杰的这三部电影 绝对算是由秦家出售了 由此 郑东电影正式成立 而郑东良子的由来 是李连杰曾用的名字李郑东 再次之外 为了能让新事业顺风顺水 他还取了另一个名字李杨忠 作为自己单纲兼制时的化名 大部分人应该都听说过 这个名字是金庸给他取的 其实只说对了一半 这个名字的诞生 要从一个叫赵全学的女人说起 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人物 李连杰对其非常尊敬 很多时候在公开场合都会提起他 比如2005年的时候 李连杰在艺术人生中 就提到过这个人 当时的节目组并不知道 赵全学是做什么的 只是主持人提问道 是谁在你的人生中帮助最大师 李连杰便谈到了自己的干脉 并且非常动情 剧组认为李连杰在节目中讲得很感人 并且有一些显为人知的故事 所以决定把节目剪辑成两期 但是等录制完毕后 节目组查了查赵全学的生平 才发现这个人是搞特异功能的 中央台当然是不可能宣传这个东西的 于是李连杰的这一期艺术人生 只播出了前半部分 下集直接被砍掉了 当然 这都是新千年之后的事情 两人最早相识于八十年代末 据说李连杰是得了一场重病 编学名义没有结果 最终被赵全学治好了 所以才对其深信不疑的 在创办正东之前 赵全学对李连杰说 你父亲去世的早 杨刚气不够 胆子太小 虽要在名字中加一个杨 接着让李连杰找金庸先生填了尾 也就是中子 李杨中这个名字也就诞生了 虽然李连杰做了老板 但他肯定不能单枪匹马干 毕竟他只是演员 对于电影的幕后制作流程并不是很熟悉 于是便又找了个合伙人加盟 这个人就是香港影滩 最厉害的女制片人之一崔宝珠 他们两人相识于黄飞鸿拍摄期间 崔宝珠作为制片经理 对大小事务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因此李连杰对其印象深刻 当时下定决心 以后我要是当老板 肯定请他来帮忙 1992年底 两人就真的联手开创了一番事业 而他们公司的创业作 就是袁奎指导的方世玉 其实本片最初定下来的导演是许安华 他跟崔宝珠是极为要好的朋友 80年代初的时候 两人就合作过一部壮导政 许安华做导演 崔宝珠做制片 而朱彦则是肖芳芳 这部全女般制作的电影 在当年上映后很是卖座 掀起了香港影坛的恐怖喜剧浪潮 所以当崔宝珠做正东电影的时候 才拉来了许安华做导演 并邀请肖芳芳饰演重要角色 这都是因为当年的友谊所在 不过李连杰认为这部电影 最主要的卖点还是功夫 所以后来索性让武叔制导袁奎 做了本片的导演 而许安华也没有退出 他仍然担任了本片的策划 其实整部电影的故事架构 应该就是他提出来的 毕竟方世玉是少林石虎之一 跟红花会其实并没有什么联系 1987年的时候 许安华指导过两部书简恩仇录 所以这两个不相干的人素 才被融合在了一起 当时他正在跟一个叫蔡康勇的编剧合作 所以也把他拉进剧作 按照这个框架写起的剧本 没错 这个蔡康勇就是后来的那个主持人 只不过当时他还比较年轻 经验不是很足 写出来的剧本并不能满足李连杰 在反复修改了好几次之后 袁奎看不下去了 直接说还是找我哥们吧 他的点子比较多 李连杰早就听说过 袁奎那个哥们的大名 毫不犹豫的就同意了此方案 而这个人的名字便是刘振伟 当时的刘振伟其实挺忙的 用他自己的话说 正处于一生中压力最大的时候 因为他在加急拍摄一部 非常非常经典的无厘头喜剧片 毕生才华在那一个月内都给榨干了 这个时候 要是一般人来求剧本 刘振伟肯定直接就剧了 但袁奎是二班人 他在不少采访中都表示 王家卫与自己是极为要好的朋友 而袁奎与自己却不能以朋友相衬 而是兄弟 当年刘振伟的女儿出生 就是袁奎从产坊里爆出来的 可见其关系之体 面对兄弟的请求 他自然不能拒绝 在百忙之中硬是抽出了五天的时间 写出了大致的剧本 袁奎拿回去后 又让蔡康佑 陈建中稍加修改了一番 便拍出了这部极为经典的方世瑜 本片应该算是一部传奇人物故事片 因为历史上真的有方世瑜这个人 在该片中方世瑜以青春风格 颠覆了李连杰黄飞红中的沉稳老恋 相对来说更加受到年轻观众们的喜爱 在此之外 其余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精彩 获得过金马奖影帝的陈松友 在本片中饰演了豪迈爽快的雷老虎 那句椅的夫人想必大家都记忆深刻 而这也成为了她职业生涯中 这位观众们熟知的角色之一 还有萧芳芳这位老戏骨 也同样出色 她应该是唯一一个 能与李连杰这位旗帜型偶像对戏过程中 横强对方风头的女演员了 片中她饰演的苗翠花武功高强 古灵精怪 化身方士玉的哥哥方大玉 打擂台的时候喜剧效果十足 与方士玉的母子情深 也感动得让人落雷 可以说这个角色虽然被演绎了无数次 但她这个版本绝对算是最经典的 那几个之一